今天雨剑又带大家磕糖了 前段时间 雨剑在微博冲浪的时候 刷到了这样一张图片 我真的笑死 这不就是磕CP本人内心阿斯吗 我真的非常明白磕CP的心理 就是从两人相处细节中的蛛丝马迹中 去寻找两人恋爱的证据 就在前几日 雨剑我又看到了微博 这样一条 就是从八次的角度 来分析罗云熙和白露的婚姻宫 是否合适 妈呀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两个人是相互吸引的一个状态 但主要还是罗云熙对白露有很高的吸引力 小编记得二人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白露就说 希望下次两个人能合作一部古装剧 最好不要再是美强惨 而是强强强 这部观众们都感受到了导演的极力撮合 于是有粉丝就喊话 但凡罗云熙能主动追白露 两个人现在肯定早在一起了 毕竟在拍摄办事密堂办事伤时 白露不止一次说过心动 哪怕是在戏里面跟罗云熙结婚 都让他叹言感受到了幸福 尤其是领征的时候 嘴都快裂到太阳穴了 即便在拍摄现场 白露都会毫不犹豫地说 像见男朋友 如此直白地表白 谁听了都会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这也难怪 毕竟罗云熙是个暖心的大哥哥 而且在拍摄期间 无时无刻照都在关心他 有没有吃饱或者是穿得冷不冷 再加上白露可是罗云熙的中式粉丝呢 能进剧组肯定一半原因 全是冲着罗云熙来的吧 还有很多网站up主 也从星谭方面 对两个人的关系做出了预测 两个人更多的是一种同事关系 但是涉及到感情是没有的 但是两个人关系是非常好的 是一种非常好的朋友关系 目前关系是不会有非常大的转变的 可能项目结束之后就不会这么频繁 看到这里 于姐只能说 没关系 我可以磕他们的友情线 那罗云熙对白露是怎样的看法呢 一个说法是在一搭的时候 白露喜欢罗 但罗对他不敢冒 二搭的时候 很明显罗是伤透了 两人在扫楼时 在一次采访中 罗云熙在白露的旁边说 面对喜欢的人一定要鼓足勇气 不然的话一定会后悔 他在他的身边唱起了爱人错过 眼睛里满是遗憾 还有一种说法是 罗云熙和陈都林更有CP感 微博中这位博主也提到了 相比较白露来说 陈都林对于罗云熙有更大的吸引力 一整个剧组出去宣传剧的时候 看过的剧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部剧是有固定的CP的 他们在一起跳舞的时候 每对CP都应该相互配合 但是你看这视频 陈都林一直在看着罗云熙 谁懂啊 他两一对视就有一种 粉色冒泡的氛围感 而且在直播中 一直认真的听对方讲话 眼睛直勾勾的看着 有种羞勾的感觉 哈喽 都林 一直在和他说话 哎呀 我真的 好像每一对CP我都能磕 两个人在片场中的互动也很甜蜜 比如说相互拍照啊 出镜就眼睛冒光啊 细细扒出 我真的发现很多猫腻 还呼吁陈都林 关注他的游戏直播 看到这里 我真的信那种两个人八次的是佩度了 细数娱乐圈中还有八次命格的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向泰和郭碧婷了 大家都知道向泰是娱乐圈中 非常霸气的女星 因为家世背景比较不错 过而向家两个儿子的婚事 一直都很慎重 直到前段时间向左和郭碧婷 两人参加了真人秀节目之后 同在节目中的向泰便撮合了两人 为自己的大儿子向左寻到了一个好妻子 对于向泰这种眼光比较高的婆婆 为什么会选择郭碧婷 想必是很多人都曾想过的问题 不过大多数人觉得应该是以下几点 第一是郭碧婷比较漂亮 让人看着很舒服 第二是她的性格比较文静 第三是性子比较乖巧 对于长辈很孝顺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比较单纯 向泰曾经不止一次的在节目中 表示自己觉得郭碧婷很单纯 很干净 跟娱乐圈中其他的女星不一样 即使大家认为的这几点 即使也有其他的女孩也有 但是为什么最终向家选择了郭碧婷呢 即使这还跟郭碧婷跟向泰的生辰八次有关系 在古代 大家都讲究生辰八次是否合适 而在现在我们则很少去查更深的八次 出生年月日有时候就已经足够了 在前段时间的时候 郭碧婷的生日被推送到了首页 向泰看到之后 先是祝福了一下自己的儿媳 接着便说出了两人的生辰 向泰表示 自己和碧婷都是摩羯座的女人 之后又说碧婷今年是36岁 而自己今年则是63岁 两个人不论是怎么加起来都是9 而这个数字则代表了长长久久 可这还不算哦 还有一点让大家想不到的是 向泰的生日是1月15日 而郭碧婷的则是1月16日 而向泰在节目中多次表示 自己第一眼看到郭碧婷就喜欢 不得不说 这两人是真的有缘啊 反正怎么说吧 也有很多阴系生情的明星夫妻 大家在剧里谈恋爱 牵手 拥抱 亲吻 通过剧本把现实里的爱情跑了一遍 时间久了 要说没有一点感情 那说出来也没人相信 就连知名演员念远也表示 两三个月在一起 两人也对熟悉 谈恋爱 吃饭 工作 天天在一起 跟对象很久见不到面 两人在一起比跟家人还多 因此容易产生感情 甚至有人入戏太深 戏还没拍完 最近就嫌怀孕了 只能被迫奉子成婚 1. 吴奇隆 刘诗诗 刘诗诗和吴奇隆 因戏生情 一步步不经心 让两人相识相知 一开始 他们不知道 自己喜欢的是戏里的人 还是现实中的 感情不是冲动 拍完戏 他们特意隔了两年没怎么联系 就想确定自己的内心 之后在步步经情里再次合作 等戏拍到一半 结果就确定 对方是自己的另一半 谁也没想到 刘诗诗真的选择和相差17岁 皆有过一段婚姻的吴奇隆在一起 并于2016年 在浪漫的巴黎岛大婚 婚后 两人的生活低调而甜蜜 很少大肆秀恩爱 大部分是被别人 拍到他们的幸福点滴 2. 赵又廷高圆 赵又廷高圆 也算得上是娱乐圈中的金童玉女 尤其是高圆圆长相甜美 是很多男人的梦中女神 2012年 两人在电影搜索剧组认识 这部影片也是他们的定情制作 当33岁高圆圆 与28岁赵又廷相恋的消息传开后 网上炸开了锅 当晚很多男人哭晕在厕所里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结缘的经过 竟然来自一份蛋炒饭 拍戏期间 因为工作关系 赵又廷要经常跟导演和制片方吃饭 但他又吃不惯酒席上哪些精致菜肴 于是偷偷点了蛋炒饭 没想到 剧组还有一个人也点了蛋炒饭 那便是女神高圆圆 而且高圆圆饭量惊人 比他吃的还多 3. 冯绍峰赵丽颖 2018年10月 冯绍峰赵丽颖管轩领政结婚 本以为是毫无交集的两个人 一下子直接爆出领政的消息 让吃瓜群众惊掉了下巴 原来 他们因出演电影《女儿国》而结缘 并且在官宣没多久后 二人在新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里 演的夫妻也是超级自然 婚后不久 赵丽颖就生下儿子 很多人猜测他们是疯子成婚 而且女方在拍戏蛋时候就怀孕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 冯绍峰还经常把妻子和孩子挂在嘴边 两个人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了 但谁也没有意料到 曾经相爱的两个人会这么快就分到扬镳 当年 他们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结婚 生子 离婚这三件人生大事 后来的离婚 也是惊奇一滩春水 外界始终在猜测原因 毕竟从头到尾 两人都没有传出过任何感情不和 而且即便离婚了 他们也没有私的不可开交 娱乐圈中 还有不少阴系生情的明星夫妻 有的至今恩爱不已 有的抵不住现实的藏库一别两宽 对此你咋看待呢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